上次講到趙康仁和鄭欣離開屠狗公家,一路上曉行耶穌。 這一日,遇著傾盤大雨,他們在路邊的樹林避雨。 有這麼巧,就來了一個賣傘的年輕人,推著一車雨傘過來。 鄭欣為了買一把傘,又和別人鬧起交禮。 這個鄭欣真是厚快的,鬧著鬧著,一不小心就說出趙康仁的名字。 趙康仁心想,糟了,這趟實死無生了。 誰知道賣傘的聽到趙康仁的名字。 這趴施禮說:「哎呀,原來是大罵歐蘭縣的趙公子。 真是狗無大名,只恨無緣相見。 今天得與英雄,真是三生有幸啊。」 講完之後,一功到底。 趙康仁見到門都沒用了,就說:「啊,不敢當,我是朝廷陰反, 怎敢受此大禮啊。」 :「嘿嘿,趙公子,那個是皇帝溫庸有眼無珠。 只恨我乃庶民,不能成大氣。 如果能夠時來運轉, 廢不安天下,不劍除奸且, 那也不枉為人一場。 這幾句話,使趙康仁肅然起勁。 他想,一個賣傘的人,有此洪菊之志, 真是與我們視同道合。 想到這裏就說:「你將來也會有展財之日。」 :「啊,趙公子,我們是做小買賣的, 容容碌碌碌無所作為。 呢,趙公子又不一樣呢? 你是官患之後,武藝高強, 這才是個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。 那又不是吧。 尚言道,寒門生貴子,白屋出公慶, 張相本無種,南義當志強。 父家子弟不一定都能成大氣。 歷代帝王,出身未戰的就舉不聲舉。 你不應該自暴自棄。 啊,趙公子,金石亮言,謀永記在心。 對了,仁兄是哪一套人士啊? 哦,我是揮州人,姓柴明榮,自君貴。 我爹叫做柴守禮。 唉,父亡家敗,我就賣傘為孽。 兩個人越傾越近。 趙康人發現柴榮是談吐不俗, 又比自己高明的地方,就說, 仁兄,你我一見如故, 如果不嫌棄的話, 我們三個人就結為甘難之好, 拜為生死兄弟。 是,你是怎樣? 哦,這樣啊? 哈哈,那我就求此不得了。 只是,只是屈尊了貴公子而已。 哦,那又不是這麼說。 古人說,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 你不要客氣。 再看看鄭恩, 這個鄭恩, 坐在石頭上蹦著一棵大樹, 已經睡著了。 這個時候,已經是雨過天晴, 紅日當空。 趙康人叫醒鄭恩, 將要拜兄弟的事向他說明了。 鄭恩說, 好啊,拜就拜了。 趙康人就拿些錢出來, 叫鄭恩去村鎮之上, 買了隻熟公雞, 半個豬頭, 一條魚, 一程酒, 三十個饅頭。 三個人, 執土為爐, 插草為香。 然後一聚年齡, 柴榮居長, 趙康人就排第二, 鄭恩呢, 就排行第三了。 鄭恩一聽自己排第三, 我就不算了。 他說, 什麼臭香頭啊, 我不拜了, 不拜了。 趙康人說, 嗯? 剛才不是說好了嗎? 為什麼又不拜? 哎, 要拜朋友呢, 你們要聽我說, 你是大哥啊, 我是義高, 稱柴的是我們的三弟, 如果你聽我說的, 我就溝透, 如果不是的話, 我們各散東西了。 趙康人就說, 哎, 你真是沒有理解, 那你現在歲數最小, 那當然是你做弟弟的啦。 哼, 我不管哪個大, 哪個小, 我認識你先的嘛, 那你做大哥, 我當然是排第二的啦, 他剛剛才來, 我當然是排第三的。 趙康人說, 鄭恩, 做什麼事, 都要有個長友之分的嘛。 那, 你不拜, 就我和柴大哥拜。 啊, 慢啊, 慢啊, 我來不開你的。 那, 好吧, 拜就拜了。 於是, 三個人就結為金蘭之好了。 各位, 為何會叫做金蘭之好呢? 金, 乃黃金, 是永不退色的意思, 蘭呢, 就是蘭花, 意思就是永遠方香, 即是說, 兄弟相處, 永不反面的意思。 三個人結拜已不, 也都吃飽了。 柴榮就說, 三弟呀, 我們既然已經結拜了, 就如一乃同胞。 那, 阿哥現在就怨你了, 以後說話呢, 就要和氣一點, 辦事呢, 就要穩重一點, 就亂來啦。 哼, 你這個人剛剛做大哥來教訓我, 是不是? 你又想起我整爛你兩下心痛呢? 趙康仁說, 三弟, 大哥說一對, 你經常都是不說道理, 朝野是非, 以後不行的了。 啊, 大哥呀, 我們都無家可歸, 你說去哪兒呢? 啊, 我們聽你的了。 啊, 這樣啊, 兩位弟弟, 實不相瞞, 我爹死在高行州之首, 我要替爹報仇, 我這趟是要求親的, 我有個姑娘, 當初在劉浩手下做大將, 劉浩做了皇帝之後, 聽說我姑父官拜葉都大歲, 我和他有十幾年沒有見面, 沒有通信, 是真還是假? 我呢, 就想去看看, 如果葉都大歲真是我姑父的話, 那我們就可以投君從容啊。 趙康仁說, 嗯, 那你姑父叫做什麼名字? 叫做郭威, 嗯, 是的, 他有個花名叫做郭家爵, 是不是呢? 沒錯啊, 他是劉浩手下的有名常將, 托姑老臣, 被奸臣排車, 去鎮守邊塞。 咦? 二弟, 你怎麼會知道呢? 哈哈哈哈, 我爹在朝為官, 經常聽他老人家說的, 唉, 這樣就好了, 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葉都, 去到那裡, 一定可以的, 鄭恩說, 哼, 做官的交上不交下, 他會認你嗎? 這也不是啊, 三弟, 當初我家裡對他有恩的, 他落伯的時候, 我們曾經周祭過他, 是的, 還有我姑媽在那裡。 趙康仁說, 是啊, 俗話都說, 姑求親, 背背親, 打斷骨頭, 連著筋, 哪會不認的啊? 再說啊, 他就算是不認的, 就憑著我們三個人的本事, 都可以混碗飯吃一下。 嗯, 好, 走吧, 是啊, 那些車的雨傘怎麼辦好啊? 哦, 那些車傘呢, 就是為木陵關幾家買賣雲禮的, 那我們就送去囉, 這樣的話又不會失信, 又可以換兩個錢做路費的。 好, 這一堂, 趙康仁的心就踏實了, 為什麼? 因為葉都, 來京城有好幾百里地, 去到那裡呢, 就會沒有人抓他們的嘛, 如果真是當到兵, 嘿嘿, 有朝一日打回京城, 救回他們全家出來, 那就對了。 就這樣, 三個人就直奔木陵關了。 這一回呢, 就柴榮推車, 鄭恩在前面拉住, 他們的兵人放在車上面, 三個人同行都不知幾快活。 走了大概有三十里左右, 前面就有一座橋, 柴榮說, 兩位賢弟, 你們在這兒等下, 等我交完了稅錢, 我們就過去。 趙康仁說, 什麼稅錢啊? 哦, 是這樣的, 前面有一條大河, 河上面有一座董家橋, 是入木陵關的咽喉要道, 來往客商過橋, 人人都要交稅的。 這一帶, 是什麼官長抽稅? 是, 我們這個小地方有什麼官長啊? 不過說, 雖然沒有官長, 只比官長更厲害。 我們當地, 有個惡霸叫董太和, 他有四個兒子, 叫做人以禮智, 加上他又號稱五虎, 手下, 有百多個打手道, 獨霸這一帶。 這座橋原來叫蕭金橋的, 他就強行把它改成董家橋, 成了他的家, 日夜派人把手, 收買路前打腳骨。 買賣人過橋, 一定要交水, 如果有反抗的話, 香則大雙, 重則喪命。 這座橋, 每日搜羅銀紙, 有百十餘兩。 趙匡人說, 嗯, 獅子抽稅, 違反國法。 當地官員為什麼不管? 唉, 你也是的, 二弟, 劉成又登基之後, 荒人無盜, 不理朝政, 上糧不正, 下糧歪嘛。 那些地方官來, 更加是貪污。 當得無厭啦, 刑私舞弊, 官賊勾搭。 董太禍啊, 就是泰師蘇馮吉的舅仔, 拜把兄弟來的。 董太禍, 橫行霸道。 那些當官的, 就假裝看不到, 找到那些小半生意人做品。 嗯, 那這個稅, 怎樣抽法啊? 嗯, 見十就抽一, 十兩銀子的貨呢, 就交一兩, 十一兩銀子的貨呢, 就要交到一兩五的了。 嗯, 那你的車輒運過去那裡, 能夠賺到多少錢啊? 這樣啊? 嗯, 大概是十五個錢左右啦。 十五個錢, 那要交多少錢啊? 那就交五個錢啦。 那如果還要除了在路上吃的呢? 哦, 這樣啊, 沒錢剩的啦, 就算賺餐飽食的啦。 嗯, 這個董家五虎, 知秋土睡。 國法不容。 好, 今天國家不管, 我來管。 今天的錢, 我們不加。 哎呀, 不行啊, 二弟, 那就是闖禍的啦。 你不要管, 我們儘管推車過去, 叫他來問我拿水錢啊。 三弟, 來! 哎呀, 二, 二位兄弟, 我們要去葉都, 路上面, 不要招惹是非啊。 為我交稅錢出了人命, 如輕不忍。 唉, 大哥, 這個不是為你一個人, 我們這樣做, 叫做為民除害。 小弟平生好抱打不停, 這件事, 我一定要管。 鄭恩也都說, 哎呀, 二哥, 二哥就對了。 大哥, 你學一下吧。 你膽子這麼小, 哦, 將來還想做大事啊。 趙康日馬, 大哥, 你不用怕, 有我們在這裡。 柴英馬, 前面就是蕭金橋, 那我們怎麼走啊? 喏, 你先推車走過去, 他們如果難的話, 你就如此如此, 借搬借搬。 柴英點點頭, 趙康日, 擔心頭一看, 北極的官道上面, 中間被一道河, 將條路撤斷了。 河上面那條蕭金橋, 大概有半里路長左右, 剛剛能夠過了一架大車。 在橋頭有一棵大懷雪, 樹下, 搭了個爐脊棒, 半月圍牆, 通風透過。 裡面就放著桌子啊, 椅子啊。 但是, 桌前面, 坐著個收錢管家叫董狗, 桌上面, 就放著些算盤筆, 麥子演, 帳簿, 裡面就有人交錢。 橋頭就站著五六個標形大漢。 這個時候, 有個賣花生的老人, 擔著擔從隻鵬出來, 要上橋了。 那幾個站在橋頭的標形大漢, 見到有花生吃了, 那個走上來, 你一插, 我一插, 那個老人急得快哭了。 那, 麻煩你們, 拿, 拿小一點了, 鵬裡面有兩隻手手手手。 手裡握著竹籃, 那個女生大概十五六歲左右, 按下頭, 那個老母子一邊在 There's a 捏, 我們不是賣雞蛋的,我們不是賣雞蛋的,我的大女兒要生小孩子,我們是拿雞蛋去探望她的,麻煩你們開開恩。 不行,一定要交錢,如果不交錢老婆,把這個姑娘留下來幫你脫下腰骨。 趙康仁剛剛走到,他看在眼裡,聽在耳裡,真是激到肺都要炸,他硬硬壓著那把火,在旁邊看, 柴榮也好,他推車到了橋頭大聲說, 還辛苦了,麻煩你,走走走走。 這樣一來,幫那個丹花生的老人解了位,那幾個標形大漢一齊圍著柴榮說, 柴榮長鬼帶了多少把傘? 大了四十七把,那幾個傘就一五一十,在數傘。 計算一下,每把傘就交五個錢。 那四十七把傘,五七三十五四五中二十,一共就二百三十五個錢。 好了,二百三十五個錢,四寫五入,那就是二百五十個錢。 柴榮說,今天這些貨是我和人家一齊賣的。 我後面那個紅面的,就是我的東家,稅錢由他交我。 那幫大漢擔過台一網,黑熊兩個人一起走過來。 柴榮就推車上橋,快步快步過橋就走了。 各位,要知後事如何,便扯停下回分架。